你吃了 准菜吧 那可不是七步吗 今天出门没看黄厉 料想一会儿有场恶障要打了 不用担心 他这种混场内上的人 只会在私底下撕破脸皮 那位男士穿的倒是休闲得体 看来与女孩约会 不一定非要一副斯文败脸相 真是相当恶心 结起倒胃口 都没心思吃饭了呢 被你说的我也没胃口了 赶紧跟我看看 有什么菜可以吃吧 好巧啊 叶小姐 不巧啊 通报你医生 何明红已经搬走了 而且我们姐妹吃饭 不喜欢和人拼住啊 请便 搬走了 那她是 准备换一个地方住呢 还是想要回到老家去住呢 你觉得以她对我们的好感度 会告诉我们她的去向吗 你们不是都有那种天方百计 打听别人巴掘的爱好吗 好 我告诉你 何明红最近和她爸妈 住在华江亭酒店 而且 她爸妈尽早回去了 你跟踪何明红 拜你们所赐啊 我妈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不会放弄她的 这句话可以转告她 秦牧 我凭心而论 何明红一家 也只不过是出于自保 你没必要穷追不舍 你们家情况特殊 应该从根本上找问题 我给你个建议 上海有很多家 不错的康复医院 可以选择 你闭嘴 我妈不是精神病好吗 请听起 是康复医院 康复医院针对的是 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等 老年病人做的康复治疗 有专业的医生们 和经过培训的护工 有针对性的康复器材 而且很多项目 都可以进医保 我们家呢 当初在考察之后 觉得比家中请的保姆呢 要合理地多 花费也不会比 家中请的保姆 要高出多少 更不用说比养老院 要积极地多 所以呢 我外公在小中风之后呢 特意跑到上海的 康复医院住院做康复 现在都能天天一个人 跑到菜场溜弯了 朱姐 你是怎么知道 这种地方了 我有一个前同事 去了一个类似于 护工劳务输出的公司 做经理 有一次我俩还议论的 说现在服务行业 真是细化到极致 像我们这种 做高级酒店出身的 有很多 已经去了那样的公司 做高管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护士 去那样的公司 做培训工作 那我问一下 就是像我母亲这种 艾尔茨海摩症的患者 她们也会接受吗 怎么 你让我们说 我们就说呀 那个 叶小姐 之前我们其实没有过多的接触 我承认 我确实偏听偏听的一些话 对您有一些误解 那 我希望您可以 我记过筍 请慢用 谢谢啊 您可以不记前嫌 我在这儿给您道歉 好吗 对不起 我上次去探望的时候 那 AD、PD病人都咬 当然了 现阶段这两种病险 通过康复达到治愈 是不可能的 最多只是改善 和提升身体机能 而且比起家里 老年人在那里 沟通交流的机会 也会多得多 心理疾病也会少发不少 国家既然有 专门的社会机构 来解决老年人的问题 那么借助社会力量 只会比你个人 想破脑袋要实际得多 而且除了康复医院 还有特殊的养老院 你应该多去了解一下 别总盯着和米红了 教室也是门技术活 您说得对 我现在是相信了 就是 您的日行一善 绝对不是口头标吧 或许您说的这些 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家庭 几个家务危机 我还是要在这儿 感谢你不计前嫌 可以帮助我 谢谢你 不客气 不用钱 那个 读者 我也得跟你道个歉 说个声对不起啊 我应该相信 好的人品是 值得时间考验的 对不起 误会难免 对 你刚才说 那个老同事我认识吗 有一个你认识 叫小行 本来就是卫校毕业 之前在酒店 医务室工作 这家 稍等 稍等 好 谢谢 那个 不好意思 打扰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就是现在很多女生啊 她们可能对男女平等 这句话有一些歧义 那我我个人感觉啊 其实我们应该非常理智地 去看待家庭分工问题 而不是绝对地去追求 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那我个人感觉啊 那比如说 家庭里面有一个人 她 这可能偏多一些 那另外一个人 她就会 雇家务更多一些 对吧 夯视大复方了 毕竟赚来钱是一块花 是 这很容易解决 签婚的协议 每年往全职做家务那一方 账户上汇入年收入百分之十 作为武功全费补偿金 离婚时全额归对方所有 每生娃养娃多一枚 离婚就可多分 家庭资产的百分之十 累计不封顶 你只要签下这个 从此生活无忧 真的 你不用激动啊 是 我承认 立场决定一切嘛 我受教了 谢谢 那不打扰了 你们慢用 谢谢啊 谢谢 能屈能伤 伸短领 以前的期末 也曾完全不带功利的 只因为理念不合 跟老板争到苦 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呀 我要不是担心 她找不到合适的人 照顾她妈妈 会时刻出纰漏 她又会时刻迁怒于何敏红 我一个眼封都不想给她的 是啊 她到现在还盯着何敏红 不知道是什么心思 大概是她什么时候 心里不爽 就打算随时收拾何敏红吧 嗯 估计何敏红的父母呢 也是不放心 所以才会跟她住在一起的 这一家人也真是倒霉 遇上情了 嗨 你不会对何敏红心软了吧 千万不要 我只是偶尔会想 是何敏红真的活该 还是我们对她真的有些 太苛刻了 哎呀 美女们 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 别扫个兴 点餐 说得对 心情不好 怎么会对得上 带出门的好胃口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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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 那我 哦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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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你啊 把孩子赶紧抱进去 关上门 来 爸 你怎么回来啦 我准备把魏梅借去上海 跟我住 这个是收拳书 需要你签个字 又不是外国 弄什么手权书啊 东西收拾得好 我呢 先暂时收拾这些 够用一个星期的 这 这都是以前买的 剩下的呀 让你爸收拾完 以后给咱快递过去 好 还是您向我周到 那 那您来报小妹 这行李就交给我的行吗 现在就走啊 我们面还要上班呢 请不了价 所以走吧 这给陈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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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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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我们就走了 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注意身体 没事多出去走走 见见老朋友 跳跳光山屋什么的 心情能好一点 我送送你吧 不用送 那边 好 那边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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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帮我东西去帮我面子 我帮我帮我东西去帮我面子 我帮我东西去帮你 我有租房合同 我要回来住 我不承认你们 跟我妈妈的一些约定 你 死干了 放开我 你出怪 你拉去就去你吧 哪个 这个人就不出国了 我不怕 这事你别管 拿着东西回你屋去 我出来 你放开我 你 别 别出货 你放开我 出来 走得走 你去哪儿 你 走开 你 李崔辉 你放手 我要回去 收手 我放 你放开我 你个灵魂了 我脱皮 你多热手 真正的灵魂 我脱皮刚刚告诉我 你跟你的父母 住在华江亭酒店 没有 你撒谎 我没有撒谎 要不要给他打电话过来 跟你当面对峙啊 你们仗势欺人 欺负你需要仗势吗 像你这种专门杀熟的人 跟踪你都比跟踪别人容易 直接蹲在这儿 守株待兔就是了 我是真不敢想象 一个人你还敢出现在这儿 胆也太肥了吧 都是女人 你们也知道一个人 在外打拼有多难 你们明知道外面有人跟踪我 这大半夜还把我丢到这大街上去 你们这是把我往私里逼 你们还有心吗 不说了将心比心吗 你们不怕有一天 你们也孤苦无疑留意失所吗 上上吧 你有对你百依百顺的父母 你会零零失所吗 是啊 说不定他们两个就在远处 看着你试苦肉机 等你演不下去的时候 再出来对我们两个人软硬坚实 恶不恶心啊 鹤米红 我一点也不担心你 只希望你们一家别再玩苦肉机 玩弄我们的感情了 没有 我爸妈已经回家去了 我妈昨晚急救 她现在已经回家去治疗 她不在上海 这是你跟昨天不一样 你跟我玩狼来子的游戏 不管用作 我 我没有骗你们 我 你让我骗你们 你 你 你干吗 你会这么危险 会有惨人 还有欺负把我抓走的 求你 不要护害爸爸 求你 求你 你帮我借你 放心吧 他爸妈肯定在不远的时候了 求你 你让他叫保安 我去盯着他 我让他围碎其他业主机 今天真正的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我们去吃饭庆祝 结果你才不遇见谁了 欺慕 欺慕在跟他的客户吃饭 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 就是他在一直跟踪你 欺慕一改原先对我们的态度 主动过来示好 双方交流了一些 在上海生存的经验 恢复了邦交 仿佛过去因为你引发的矛盾冲突 完全不存在 也没有人提到你哪怕一个字 不 不仅仅是与你无关 应该说是 仿佛你这个人就没存在过 多悲哀啊 姐 我骗你干什么 何美航 我今天跟你说句大实话 为什么不能放你住回2202 话说老虎也有打斗的伤 如果你住回了2202 白天我们不怕你了 因为你方方面面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是就怕你这脑子缺根筋的 晚上趁我们睡着了做手脚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甚至不惜利用你妈 就能说明你有多么的不择手段 更能说明你内心偏执到何种程度 你自己想想 你现在是不是个危险分子 还有 你到今天到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亲手抛弃糟蹋了什么 而你抛弃的 正是我万分爱护和珍惜 名叫无怨无故的善业 真是可笑 这本世纪最大的笑 大灰狼给兔子布的 没有啊 保渊大哥 这个女孩已经退租了 却总在2202场嘛 麻烦你们以后看好门禁 别放心 咱人等级来 又是你 昨天晚上不是被救助车拉走了吗 我们把你行李拿到南门 到时候出去你别让自己拿 你敢动我行李 你动啊 求你让开 你有门槛吗 被他们骗走了 那就要找你房东说 跟你房东要 只要你现在没有房卡 就不能进这个小区 哎 你敢信 我先不怀疯了 来 轩轩 这新买的电暖器啊 我跟朱姐洗澡的时候 都还没用上呢 先给Lucy烘焙子用 真战 我们无死吧 你们最近雪拼得有点猛啊 这主意啊 莎莎初想的 不会是工程师 一个工程师类 以助攻差不多 不过这电冷器第一次用 是有点塑料味 但是不算严重 正常范围可以接受 你们说和敏鸿 是不是彻底的黑化了呀 我妈在看她那双眼睛啊 像巫婆一样烦灭光 就她顶着那双眼睛 谁敢接近她 不要命 她现在是特殊时期 对着天空 我们大喊一声贼老天 何况我呢 她本来就不懂事 再加上阿初 给她挂了两只眼睛 她现在连好人的福利 都享受不了了 她爸妈怎么敢把她 一个人留在上海 都不管了呢 哼 她爸妈呀 说不定就躲在 哪个树村后边 看着我们上当呢 那两个人才是最后黑的 跟她们比起来 和敏鸿这后起知秀 最多呢 也就能算得上是一个黑子 所以你说 来 朱总 来 正常慢点啊 所以你们说 我刚才有什么可内心的呀 当我一转身 她爸妈一定会立马穿出来 把和敏鸿立马马地保护起来 而我呢 谁能保护我 算了 不说了 我欺慕说她爸妈确实理谈了 欺慕这两天忙 不会找和敏鸿的事 和敏鸿是安全的 现在在旁边等着排队 原旧和敏鸿的 还有一个叫叶真真的 怪不得 她拾起苦肉计来 这么有自信 可是即使 您知道那个是苦肉计 还是无心不忍的 上当就上当 都有不少块肉 和敏鸿均约 伟均死 比见死不救的小人 更可恶 好 好 我现在算是知道 我在和敏鸿心中 是个什么形象了 来 来 来 喝 喝 这边 回来了 路线回来了 真真本来也要 迎接小妹妹的 可是她昨晚一夜没睡 我硬是压着她 过去睡觉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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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风大 初姐 妹妹好小意思 这么小一个 蹲飞机受苦了 嗓子我苦牙了 慢点啊 慢点 那个 小妹睡哪儿啊 睡里面 睡这儿吧 那 那我睡哪儿 你跟她一块儿睡吧 这儿也没个门 睡觉冷啊 那要不我把空调打开 小孩不能吹空调 我们那儿有电暖器 我去拿过来 好 那 那你睡哪儿啊 我就睡沙发 我有多余的被子 都给你拿啊 好 到家了 到家了 陆思 你今晚凑个睡沙发吧 陆思 明天我们帮你把床 你吹起来 来 阿姨 好 我给你插上啊 这个电暖机呢 热得特别快 等你回头 给小妹洗澡的时候 直接拿到卫生间里面 插一会儿电就热起来了 行 谢谢 不好意思 今天太忙忘了告诉你 房东说 小屋的东西 她最近没空来搬 所以暂时不能摆床了 没事 这被子不也用上了吗 这被子啊 朱姐都是用电暖器 给你烤过了 有朱大经理家 保证考虑周到 好 一会儿就热了 行 辛苦了 还没吃饭呢吧 我煮了点粥 我给你们拿过来 谢谢啊 不客气 路线 我拿点粥过来啊 给你们煮的 小枫 那个家里有开水吗 小妹饿了 我得给她冲奶 我来吃 那我收拾下行李 排骨粥 排骨粥 你得多补补了啊 我看你都瘦了 好 朱姐 你放这儿 我来吃 好嘞 有点东西就放在明面上了 别回头阿姨找东西找不到 行 那个 睡好了吗 好了 阿姨给我拿过来 不用太热啊 好 给阿姨 嗯 酒 行 你放这儿吧 放这儿 嗯 行了 朱姐 阿初 那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行 那我们回去睡觉了 你也早点休息 嗯 阿初 走啦 嗯 路线 粥给你放这儿了啊 待会儿凉了喝 哎呀 太感动了 真是谢谢你们 来 发一个 一个老狐狸 别弄热了 拜拜 拜拜 早点睡啊 吃点东西吧 好 行 我一会儿就去 你这两个 邻居想的可真周到 其实是三个邻居 平时他们都有了 都挺照顾的 您多吃点 今天也辛苦一天了 我没事 就是小妹受苦了 不过啊 你爸说得没错 小妹跟着你啊 往后算是享福了 这个男人带孩子啊 就是不行 他既是很管了 也管不好 这就是咱们女人的事 你到今天到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亲手抛弃 糟蹋了什么 而你抛弃的 叫五六五的善意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辜的好 这一句话才是真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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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都安顿好了 她没怀疑 跟你说的一样 这儿的环境呢 的确要好很多 还有啊 你这大闺女挺细心的 也肯为她小妹花钱 那那个先这样吧 以后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说啊 我再给小妹冲奶一下了 好 再见 睡醒了啊 我煮了点粥 你呢 要是不爱吃的话 你待会儿自己再做点别的吧 好 莉阿姨 我爸不想带小妹 吃演戏给我看的吧 小妹从一出生就交到我手里 我一个人拉扯她 我跟她有感情 我这么做 我是心疼孩子 是 正是因为有年 小妹这个早产儿身体才会这么好 老天爷算对我网开一面 给我送来了杨阿姨 我肯帮着你爸帮她做戏 我是真心觉得小妹跟着你会更好 你爸是想把小妹交给你带 可是她心里也没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谁想到 你 你都没让你爸做足三天戏 你就跟那个救火似的 花大钱飞来飞去的 把小妹给接到身边来了 就凭这一点 我觉得小妹跟着你才有活路 所以真是您和我爸设局 让我心甘情愿地 把小妹接回来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男人带孩子自古以来都不行 男主外 女主内 这带孩子还是得我们女人的事 但是杨阿姨 我工作也特别忙 现在来了小妹 我以后怎么找对象 我都三十一岁了 可不是十三岁 正宗的大龄单身女青年 这年头 谁就愿意找一个 带着小孩的呀 就您跟我爸这决定 毁了我一辈子 我公信我就得 哪一辈子光问了 可 可我 我当时也没想到那么多呀 童子 早 我 这 我跟你说了 现在白天啊 早上还是挺凉的 我明明就是早上烙鸡蛋饼的时候 都呛了一盔烟气 不过我还是得承认 认真说啊 基本诚实其实就一种思维方式 这个说法很对 就像我从网上搜在 做鸡蛋饼的那种做法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回 做了就能明白 刘正为什么要这么顶 而不能那么顶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人家只有两只手 左手不灵光 右手忙不过来 现在明白我视力 这么死怪怎么修改了 这么容易啊 本人天才 以前就是明珠萌陈范 走到出去 再见 没眼看了 拜拜 拜拜 早 早 我妹妹昨天来了 知道 能睡够吧 她其实是没睡够啊 简直是一晚上底心吊胆 昨天本来坐高铁回来了 但是高铁没票了 后来又说坐洞车 然后我一查 洞车要坐一晚上 你说那么小的小孩 哪能收得到这么长时间 怕了就说坐飞机吧 但是我一查 经济舱也没票了 你咬牙坐的上午舱 但是呢 我妹妹也是从头哭到的 一直哭到降落 我就一晚上担心 她会不会身体不适 果然也能熬两回 我开车送你去上班吧 你一路上还可以画个妆 老爷 太需要了 我一会儿还要买一些食物 不够 我家里接着食物 连杨阿姨一天的食量都不够 然后还要买尿不湿 又要买奶粉 好在我周围的同事 都是顶级的买什么 叫什么 形象永远之外 惯然一切 你是那人间烟湖气 我自以为这些年 历经职场风云 已经算无一策了 没想到还是被我爸和 保姆联手摆了一档 在我面前演了那么一出大戏 我爸是想顺手 把笑眉摔给我 保姆呢 也觉得 我妹妹在我手底下 会活得更好 但是谁能想到 他们 竟然这么有心机 我之前还挺自责的 直到今早我听见 保姆跟他打电话 我才反应过来 你说我爸从我妈 去世的那一瞬间 就开始演戏 真是难为的 也许正是出其不意吧 我之前还挺自责 这些年离家 跟他们联系也是 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自责 我爸这样算计的目的 就是让我心怀愧疚 但起本属于他的责任 那你准备刺激 养大你小妹啊 这以后啊 也得拼命工作赚钱了 不错 有底气了 其实跟你们住在一起 才是我对大的利器 不过你今天整个人 状态不错啊 烟火气十足 反而更可亲可亲了 真的 露西 你也见识到了 我这个人一贯阴暗心理 预测好事不坏 揣测个坏事 却百发百中 而你收养小妹这件事情啊 又触动我阴暗心理的爆发 我这个人直肠子 还是跟你说一说 我替你想来想去啊 觉得这个事情 你应该第一时间 通过各种渠道 自己传播给所有人 令周围所有人 百分之一百 接收到这个信息 让他们见证你小妹的成长 不仅如此啊 也见证你的身材 曾经有没有走样 这样让周围所有人 对你小妹 是你亲妹妹这个事情 没有丝毫的怀疑 也生不出任何的怀疑 否则啊 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后 别人通过侧面了解到这个事情 就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揣测 另外又有一些人呢 是那种没有发育好的 几秒钟记忆脑子 又唯恐天下不乱 到时候这帮人错到一截 可就热闹了 就有人说 哎呀 你们有人记得几年前 或者是半年以前 Lucy的身材吗 她这么会穿衣假扮 免贷的身材 还不是个小案子 何况照着日子推算 那日子正好是冬天 穿衣服厚重 你们想想啊 她为什么小妹早不生晚不生 非要挑一个 横贯整个臃走冬天的日子生 这个事情肯定有毛补 还有啊 Lucy又没有休过假 她还真的休过长假 那阵子她该不会是去偷偷生孩子了吧 而且孩子的爸爸应该也见不得光 Lucy该不会是一不小心 做了人家的那什么什么 所以孩子也见不得光 就只能挂在她父母的名下 混个户籍 而且你们想啊 Lucy的妈妈一把年纪了 还怎么怀孕啊 如果真是她小妹 Lucy能领到上海来养 她可不是那种 传统意义上三从四得的女人 巴拉巴拉一大堆流言蜚语 阿初 太感谢你了 你的这个情形真的是太要紧 太重要了 尤其我身上本来麻烦事就多了 你不行 我念念不忘记挂着你这些叫声就好 那不是必须的吗 我又不是拎不清的人 你最好 爱你啊 摸摸哒 摸摸哒要是真真熟悟的第一反应就是求宝宝 你一说怎么让我后脖颈发凉啊 这说明你做不了腻腻歪歪的圣母好姐姐 依你的武力质还有你的冷酷风格 你重其量啊就是个武力担当 只能走铁骨柔情路线 哦哦哦哦哦 余淑一大早你就鬼哭了 好了你就不能好好笑 那这样呢 那一声 那一声 那一声头 减分 哼 那我换一个说法 我又不是一个拎不清的人 骂骂大 哎 好了 我尽早度我 度我 静姐有没有松动的迹象 有 我随即就把肩饼一扔 调息服饰内服 因应有结胆迹象 这位大能 实际 实际 别歪了 你中午什么了 兄弟你是真的不见风情啊 我的邻居珍珍告诉我 从小他爸就严格培养 他的思维方式与学习习惯 而且他说啊 对基本潮食的严格掌握 是一种思维方式 这话粗一听 有些混搭 但细一想啊 尤其是我昨晚搭建床架 以及今早独立完成鸡蛋煎饼 但难免受伤若干之后 发现这话 会有声音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得继续硬着头皮 掌握基本常识 这关是热不过去读 与初闻 你还真开始上进了 还不是因为我对人民币爱的深沉 干活吧 我昨晚已经把中稿发给了李总 虽然还没有得到他的批示 不过我们可以先开始 做好准备工作 开始制作工作流程表 任长生 从今天开始 我会好好卷顾你的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没有抛弃我这位后晋升 致以江湖最高利益 报权了 少废话 干活了 好 表哥我来坐 这个我上场 我让小黄去找你 联络培训的事宜 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你们后续打算怎么安排 他确实有他实际的问题 他年龄不小了 按照现在社会说呢 就是老大男 而且他自身条件又好 虽然是老大男 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他可不得小心对待嘛 不免付出多一点 你也太婉转了点吧 好吧 他有在进自己最大的努力 而且他聪明 事半功倍 周哲 你这护肚子的病 什么时候得的呀 我哪护肚子了 我可是经常晚上 或者是清晨 敢来酒店里突袭楼层的 你说我们部门 从主管到楼层服务员 哪个不骂我阴险 说我刁钻 我只是还说大实话而已 我听说了 有一回你还夜里 乘着百万的豪车 偷偷钻进酒店里 即使是服务员私下 和保安勾结 也没发现你 完全是防不胜防 但是你这么做 也不是办法呀 你得让主管立起来 你看 这是小红 给我的调整培训计划 报告 他里面说的呢 还有些道理 毕竟他不是干体力出身的 有些培训计划应该拙减 行 只要王总没意见 我回去就调整计划 中间拍时间 走了 注意瞧瞧 我这一年一大把的干货 却被黄玉轩取的花甲子 直接退翻了 凶闷啊 帮我看看 这是我做的计划 提提意见 一份报告呢 需要数据 需要实证 也需要理论呢 将数据和实证等 逻辑分明地串明起来 并加以分析 说明推导 我大致看了下你的计划 我觉得你的计划 缺点分析说明推导 如果是内行的话 可能一眼就会明白 你想要说什么 但是如果是外行的话 可能就费点金了 他们得思考 你为什么制定这个计划 而不是那个计划 计划的序列 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等等 那导致的结果就是 说服力不够强而直接 真真有理 可大家都是业内人士 对一个眼神就该懂的 那业内人士也有程度 不一认识深浅的呀 要不然误解是怎么来的 就是理解不同而已 恍然大悟 误解 朱姐 我得跟你说大实话了 你呢 实践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但是你写的东西里面 就缺少一点理论基础 所以给人感觉就是 没文笔 果然不上档次 你距离次当更大的零档 还是差一口气的 果然三人行必有我师 是 我正准备向上的申请 让他们同意我们安排 主管们分批几前代建训 部门主管很容易受限于 屁股决定大脑 缺乏大局观 也就是缺乏合作能力 通过培训呢 可以互同有无 正好 也可以拿这篇申请表 练个手 大家先安心工作吧 等回头跟大家见面了 我再好好讨教一下 朱经理 该吃中饭了 听说今天有酸菜鱼 做得很地道 好 这就来 朱姐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 是办事都非常一般 靠联益联益做得漂亮 就来谋生职 像我们在这种 正位公司里面工作 可以说最重要的基本功 就是协议手漂亮的文书 你不管是申请啊 总结 联络 推诿 都是需要用到这个技能的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得这么做 又来一个基本功 阿初 你拿一些你们的论文 还有研究之类的资料 给朱姐参考参考 像这些 你来我往的文书我最在行 我也找一些范文 给朱姐看看 但是我觉得 朱姐不仅要做好 寻常的文书往来 更要用漂亮的 比一般人高明一些的 理论水准 来打破人们心中 朱这文品低的 这种固有印象 朱姐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容易 我把我们的立项申请 拿给朱姐看 我也有 我也有 你的太高深了 爱你们 还剩两包 咱俩的 来 吃了吧 烫烫 没事 张姐 我知道你孩子干满周岁 想向您请教一下 育儿经验 我妈最终还是 没能走出手术室 现在留下我爸一个人 整天在家 郁郁寡欢的 我妹妹又是早产儿 那 孩子只能我带了 但是我哪有经验啊 只能为是报复奖 所以请教你 你别着急 我那儿呢 有一个压缩文件 里面呀 都是我从各个妈咪论坛里面 摘出来的育儿经验 你有空多看看 特别适用 朱姐 我把我们家宝宝 一岁前的 婴儿用笔链接 我都分享给你了 我还有一本书 是我之前用的 特别实用的一本 育儿书 电子版的 我一会儿把笔链 也发到你用箱上 非常推荐 好好看看啊 买奶粉 要不是找我 我有朋友去做这个的 对 洛西 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说 真的是 特别感谢大家 说实话 你真敢自己一个人带啊 我们家到现在 还是一个保姆 再加我妈 再加我婆婆 这三个人轮流当值 都整整一年了 我们家人现在日常表情啊 还是那四个字 精疲力尽啊 现在就是我 还有一个 经验丰富的育儿嫂 但目前还行吧 还错误了 毕竟我没有经历那些 内奔秘的伟观 你真行 你说像我们还有急速催生的母爱呀 十月怀胎 母子连心那些的 毕竟是自己生的嘛 怎么的都好 虽然说是苦了点 但也能苦中作乐 那你这 你胆是真胆 那也没办法 毕竟是我金妹妹 行 没事 有需要帮忙织一事 我再推给你几个 幼儿网站吧 对对对 我也找找 有什么东西发给你 没法看 比原先写得更没法看 我是逻辑出了问题 还是文化水平 压根不够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写了 小周 小周 你昨天不是说 这周的闯门单不够挺刮吗 洗衣房 找找原医去 好 兄弟们 李总已经批准了 幸亏我们早有准备 李总一说好 我立马手机连接他的打印机 把这些申请单打出来 趁着打天上签字 李总应该让你这波骚骚做给筋呆了 我也觉得自己有点不要脸 不过李总明天出差 幸亏我脸皮红 不然啊 咱们的启动 不知道拖到红年马月 来 打开流程 听组长的 下一步呢 根据我们决定的流程 手头有什么抓什么 先把框架给搭建起来 尽快实地验证 我们的设想有没有合理性 这是城王败扣的验证 如果成了 你们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极有可能 打破现阶段的精度天花板 实现小的突破 行 那赶紧按流程启动 程老师你去财务部 李总会 你查一件备品和材料仓库 我直接跑实地垫 急什么 那么钱还没到咱们公务卡呢 这又不是咱们原先的公司啊 做什么都是使钱速度 只有传流言蜚语倒是光速 在这儿都是电子转账 秒速到上 你快去 我跟浩子等你下锅 行 我去了 浩子 你一晚上回去之后 盯着陈超生 让他把我发给你的文件看完 如果他敢偷懒 你就视频跟我联系 我再先骂死 你打算偷受管的了 对 如果我们两个人 辛辛苦苦干活 陈超生跟着无所事事的分钱 总有一天我们会心痛 如果陈超生 我好意思不劳而获 自觉离队 咱们又会是另一种心痛 所以啊 只要他不求上浅 咱们俩怎么都要心痛 既然如此 死道有不死拼道 咱们死命地折腾他 放心吧 他心胸宽稿 又拎得清 不会给我们反路的 你都这么用心 我和陈超生同学这么多年 更不想看他掉队了 只不过平时他嘴比较厉 我说不过他 咱们兄弟一场走到现在 靠的是缘分 想要继续走下去 必定要花点功夫 努力维持兄弟关系 加油吧 我有数 相信我 那当然了 你做事可靠 只要答应的事情 执行起来排出外难 那我去实义店了 嗯 怎么没去呢 我忘记一下照号吗 我有 罚你微信上 让你平时千锋版记得偷懒 这种常用卡 应该存在手机里 拍个照片的 虞书 虞书现在开始勤快了 你就开始左右看 我不顺眼了呗 我跟你说 阿初他可惊着呢 以前那公司干了 懂于白干 他才不高兴动弹 现在只要干好了 立刻就能变现 所以他立刻干尽十足 刚才你这些话 都听到了吧 那还好意思赖着吗 我压力好大哦 干活 跪下 好极了 本周工作呢 顺利完成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 都是超出预期的 再接再厉 好 好 卢西 下周去拜访客户 你可以一起去吗 当然了 我知道我是收养了我的小妹 但是你们真的不用区别对待我 还是像以前一样 你们该怎么拆钱我 还是怎么拆钱 所以你们真的就把我当成一个奶爸就行 你们不也常说吗 有家庭 有孩子的奶爸 其实更有责任性 而且反而会比较珍惜现在的工作 的确啊 在我部门的员工里 有家庭 有孩子 确实能担起责任 等等等等 这个屋子的男同实力 只有我一个未婚未遇 但是我觉得我很有责任性 不要歧视我 不要歧视我 所以你说这个既定思维 有多少偏见 不过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我 一切照旧 好极了 既然你这么说 我不客气了 那我们下周的工作 我这个万恶资本家 要加量了 来吧 等我出去以后再骂我 赶快 赶快本家 加上 高销 する 一点 早就好 我 你就在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去 我去 美女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这是要去 你拿人热 你这是要去 你走了一天了 想走走 就去便利店买个东西 走吧 还有钱 我累死了 上了一天的班 当挤地铁 咱们坐一会儿 再陪你去 哎 你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谁啊 不会是我们二十二楼的素敌吧 嗯 其实刚才有一刹那 我是想叫住他 跟他聊一聊 聊什么聊啊 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我就想跟他说 不管其他的 一个成年人 也不能好几个月 不上班不工作的呀 起码得找一个 能够维持生计的 工作 如果要他多接触接触社会 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钻牛角见了 那我问你啊 你觉得你这个提醒 能起到 当头放喝的作用吗 不能 尤其是现在 他这么反感我的前提下 这不就好了吗 他现在正在走极端 那咱们就让他安安静静地 极端一会儿 反正有他父母支持 说不了什么大事 我们不去他面前晃 才能让他更容易 平心静气下来 可是他丢了工作 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吃到苦头 放心吧 他有退了死不了的 现在也没有必要去体会 处死无大事 时代不同了 我还是想找个机会 跟他聊一聊吧 我也没什么损失 这倒也是 但是啊 你可千万不要 割底赔偿 走吧 写好了 够了 你知道吗 今天公司让我去那酒会 我明知道呢 是个充满机会的辛苦 我也不是什么善男戏女 何敏红 有事啊 自大你辞职到现在几个月了 生活全靠你爸妈接接啊 关你屁事 瞧 我刚说什么来着 我跟他说吧 何敏红 成年人一蹶不振危急的时候 请父母帮忙呢 这很正常的 但是你也得生产自救 不能把生计靠向父母身手 当成一种习惯了 那样的话 就是巨婴了 我举个于飞雪的例子吧 他也被骗感情了 也得谁要谁 但是最后呢 他还是靠自己走了出来 甚至不要命地 去打三分工去还债 现在我很敬重他 对 我也敬重我本家 之前我帮他 纯粹是我路见不平 与他本身无关 可现在我敬重他 完全是因为 他靠自己的努力 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 即使是被骗财骗色又如何 人活一辈子 谁没得一脚踩空的时候 但是他够自强自立 在后重建了自身 现在谁敢笑话他 我于初会先不答应 何明洪 你应该向他学习 你们不必为你们捧高踩机去辩解 这个是社会 我懂 我只是厌恶你们俩 耀武扬威的样子 你们怎么不撒泡尿去照照自己 叶珍珍 你一直心安理论 拿着你爸妈的钱 去发扰你的兴趣爱好 过着你的奢华生活 这一边享受着爸妈的照顾 一边还要表现出 完全不靠爸妈 自己自己更生的样子 天天还把日行一善 挂在嘴边上 拜托 这有钱永远比没钱好做人 这个到底你都不懂吗 我要是你 别说日行一善 日行时善我都愿意 还有你 于初会 你有什么资格提雨飞雪啊 你当初怎么对她 你都忘了吗 留她住一晚上你都不愿意 现在她跟我装什么装 你说得对 但是希望我和阿初的缺陷 不注意抹黑了于飞雪 于飞雪确实是个很好的朋友 让开 还有一件事情 你应该知道 大家一直戏称我们是幸福的小孩 为什么幸福呀 就是因为 你我的父母 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人 但是他们会毫无保留地爱我们 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我们护在他们的予意之下 我说了那么多呢 就是希望你能够为他们想一想 能够设身处地地 为他们考虑一些 我说完了 你走吧 恭喜你 今天在我这儿 赚了两份任性一战 伪君子 崇敏黄 看得出来 我们说的话她都听进去了 那就行了 不过你叫起身了 还真是没完美的 我喜欢 走吧 是你啊 赫美红 是啊是啊 好久都没联系了 如隔三秋啊 那个我 你有完了是吧 我以前情绪不好的时候 说话有点冲 抱歉啊 没事 我能理解的 雨菲雪 我遇到一件事 我想请教一下你 那个 我现在在上班 然后不能跟你多说 你有事给我留言好吧 我下班的时候看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幸好小妹长途发生 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点拉肚子 他们家纸用完了 就过来我们这儿拿点 我那儿有婴儿用的 干湿两瓶筋 我去给她拿 正好适合小妹的 原来是那种 像纱布一样 很薄的东西 妈妈 朱姐 我那个申请报告草款 你帮我看过了吗 我自己都没眼看 我看过了 真要跟你说这事 那这这这 那你也给我拔毛了 我看一下 这这啥什么样 拔一下 走 来了 那 这给你 这个是挺好的 干湿的情况下 应该都挺软的 适合小妹用 而且让阿姨用这种纸巴 也能轻松一点 不用总洗了吧 琪琪 你行家呀 我就是看重这一点啊 我长跑的时候 出汗啊 用这个擦脸啊 不会弄得一脸的纸钱 闹笑话 好香啊 真的 你还真是十变金 快变形 平时也没见你多富二代呀 大姐 这个纸巾 才不到十块钱好吧 阿姨啊 我说你 你看你啊 一个月的收入 扣除掉这些税金之后 即使买一个奢侈的包包 剩下的钱也可以让你过得 非常的滋润 一年出一次国 也没有问题的 嗯 其实如果我不是为了 攒首付的钱 我日子能过得挺舒服的 嗯 攒首付是最困难的 而且你攒钱 永远跟不上涨价 我当时要不是咬紧牙关 跟朋友借钱付了个首付 我都不知道我猴年马月 才能买得下那个房子 等真的买到了房 你会发现 你一个人的工资 不仅可以付每个月的月供 还可以 把借的钱全部还上 生活的也还挺有滋味的 嗯 可是我得哄你买这个 才能攒购我一套 房子的首付呢 要不然我改行去做IT哥 当年我们同样的分数 考到大学 现在呢 他们的工资 却是遥遥地领先 还特别强手 不 我觉得我还是得 买个大牌包包 激励一下自己这些天 玩命的努力 你买个轻车的就可以了 就一两千块钱 款式很多的 质量又好 不行 那不够激励 我背着就不会激动 咱年轻人嘛 得心怀高远 姐姐 就让他买呗 尝试一下也不错 姐姐 你不是说要跟我聊聊 那个申请报告的事吗 一会儿上我那儿去聊聊 懂 十分钟以后 边去边聊 郑郑 咱们不聊包包的事吗 朱姐 那十分钟我也过去啊 朱姐 朱姐 人呢 这人呢 在屋里搬摩摩摩摩 找刺激呢 话悲痛为食欲啊 咱先扎锅 想吧 所以 姐姐 你的文化水平呢 完全没有问题的 语言表达呢 又简练又风趣 是啊 其实说白了呀 我跟珍珍大学之后 就没再上过语文课 语文呢 也就是个高中的水平 再加上我这个人来 人文书籍看得少 平时的审美呢 也不如你文采方面 也不一定比你自学成才的强 你们俩对我太温柔了 实话实说 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你写公文呢 就像是拍照吧 你自己自拍 或者朋友给你拍的时候呢 你就会特别地轻松 但是呢 你在聚光灯底下 拍像样照的时候呢 你就浑身开始紧张起来了 再加上摄影师 会密集地给你下指令 让你下巴抬高一点 头往右一点 然后呢 又加上那个聚光灯 把你照着看不见周围 精神呢 就会全面地紧张起来 那你说你还能拍出 什么好心象呢 就是这个零 其实呢 你今天我发的微信 没及时回你 就是因为原因很简单 一说你就通了 你提笔紧张了 你整篇文章呢 从逻辑上表达上 都非常地精准 我一看就懂 但是你可以加一些 锦上添花的鲜笔线的 彩期纵横 就是说 我写的东西逻辑 是没有问题的 嗯 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的思路印象地很清晰 申请报告 加上你自己的下巴 写得下 然后完了之后再加上 一些高大上的行闻格式 搞定 那我吃完饭再重新写一篇 你们帮我审查一下 嗯 露森 那有什么高大上的行闻格式 多得去了好多种呢 随你挑 一会儿看你有什么喜欢的啊 好 哎 毕竟能够三言两语 就能够顾弄住人的人呀 都是神人 不像我们呀 还得依靠身外之路 嗯 所以凡如我必须得买个奢侈品 包包成炒面 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我知道 还在酒里 哎 我今天其实很郁闷 阿姬忙里忙外地累死了 今天季总问我说 还能不能出差 我说那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说我又不是那些 哺乳期的妈妈 我就跟奶爸是一样的 但后来想想我这么说也不对 那就倒霉踩了孕妇一脚 之前还想说 以后变强了 要在工作中保护妇女的权益 这不就自己马上打脸了吗 哎 就给你们吐个操 你们也不用表态 只好自己在挫折 哎 说出来以后 心里轻松一些了 你的那个干食两药之径 特别好用 谢谢 那我回去了啊 继续照顾我小妹们 吃点再走啊 不吃了 我刚刚阿姨给我做了面 谢谢 何敏红了 真的是身在腹中不成 走一个吧 何敏红 你信息太长了 我没工夫细看 不过就算你再难受 也比我强吧 想想我 你又没欠一屁股债 没必要要死要活的 是 我刚出事的时候也犯过几天婚 婚得重判清理 但我不是很快就正常了吗 我没工夫不正常了 我一天打三份工 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你就是闲的 你有时间在手机上给我发来有 六个六十秒 你就没有时间出去找工作 你别跟我说工作不好找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一样 是大学文凭不比你差 在上海只要放得下身段 工作好找得很 而且工资不比你大办公室做文员低 最后一句啊 你在我面前发牢骚的机会 只此一次 还没睡啊 我得把这组数据做完了 否则冲动会弯套吧 出家 先睡吧 嗯 早点睡啊 晚安 晚安 怎么不接电话呀 小伙子 别往这边走小心过车 是吗 你慢点 小伙子 小伙子 闪开 闪开 小伙子 小伙子 有没有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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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瞎吧你 干人吃豆干 你会说话吗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打了我 你干什么你打人啊 拜托我接电话 拜托 高母红 你想干吗 你弄把你拿 半夜三天你有病吧 岳飞雪 我真的只能找你了 岳飞雪 只有你能理解我 我求你 一定要仔细认真再看一遍 我给你发的威胁 你谁啊 宇宙中心啊 还是我孝子贤 在耀武义武劳动围着你转 你怎么这样啊 我跟你说吧 别忘了我们以前是以朋友相成的嘛 别忘了你 你忘了你最难受的时候 是只有我陪你喝了酒吗 你说不叫做朋友 你就叫以自我为中心 你是个恋 多个胎我就要第一时间接你电话 是吗 你什么意思 你不能哭你个小人 人呢 叫人 叫 你当时那么难受 找我诉苦 我怎么对你的 人怎么都变成这样 好 刚才说的都记住了 你们都回去吧 好 以后我少喝点酒 知道了吗 知道了 注意安全啊 两位 抱歉啊 没事 慢点啊 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陈朝生现在还在工作 不错啊 陈朝生能卖出第一步 就第二第三步 给你看他坐不住抓狂照片 你藏路由器了 那没用 他早破解邻居们路由器的密码了 他这回是真借 现在还趴在电脑前面搜文献呢 你把摄像头转过去给我看看他 好 不错呀 陈昌生 看到您老这么天快 我老怀大胃 怎么样 帅吗 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 以后叫我励志哥 这给你臭屁的 那不都跟你学的吗 你叫导演方 行了 别拍我马屁了 以后请叫我励志姐 励志姐继续学习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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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课结束 这什么呀 这叫游戏抽 什么游戏抽 我见你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丑 行 走吧 我要睡觉了 拜拜 你还没洗脸啊 哎呀 咱们戴上 老陈匹 你是坦白从宽呢 还是抗拒从严 喂 我招我招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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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玩 我 我就知道好的这厚道人 根本就管不住你 你不是 你连我的ID你都知道 我这在网上 这不就相当于裸奔一样吗 你以后也不用让耗子盯着我 不是 你怎么查到我ID里啊 你能不能给我点个人隐私啊 我今天暂且放过你 以后你再敢养风因为 等待你的就将会是我 立志节的老权 能不能商量事 我可不可以一点点借啊 我这一下全借了 我身体吃不消 我会崩溃的 程程尚 我坦率地告诉你 兄弟情势会消磨光荡 我现在是尽自己的努力维持 但是以后要怎么做 还是得靠你自己 我懂 我懂 不是真兄弟 也不会这么下死手帮我 我也在努力 其实我都清楚了 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办法齐头并进 兄弟也做不久 所以 这次 立志姐 你一定要下死手帮我 不管怎么样我都能够吃得消的 你心里明白就好 我一定会努力的 好了 早点睡吧 好 晚安 我爸昨晚上跟我咨询比特币来着 这么前卫啊 我觉得 他现在 是在千方百计地要转移资产 而且 竟用一些法院查不着 来执行不了的方式转移 明知道你爸爸在挖你妈妈的墙角 你却什么都做不了 心里不好受吧 那其实很不好受 不过 我看我爸 筹谋多年的这个咸语翻身 那只不过是惨声一句 说他惨声 那是因为 他从此以后就在流浪海外 一把年纪 除了我之外 以后不会有亲人去看他的 但你别看啊 我爸现在 乐和乐儿子在转移资产 那有谁知道 我妈当年转移走多少资产 我爸现在转移一样 这是负责水面上的小部分 我也就是经过这次事件 才分析出来的 我以往暑假回国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我爸我妈 营造出来的 一副家庭和睦的家乡 听你这么分析 我怎么有种看 阿家沙小说的感觉 脊背发亮 毛不悚然 好 好 走了 跑步去 芽阿姨 小妹昨天晚上闹你了吗 没有 小妹乖着呢 一晚上都没闹 今儿早上起来呀 喊了几声 饿了 还是把你吵醒了是吧 没有没有 我平时也这个点心 没想到 你们年轻人 现在上班那么辛苦啊 在单位忙里忙外的 这回到家里头 晚上也捞不着休息 这钱挣呢 不容易 我看我爸把婴儿房 所有的家当都寄过来了 吃奶还挺乖啊 小妹乖着呢 你们姐妹来啊都乖 你看 她喜欢听你说话 好像皮肤也变白了一点 是啊 慢慢地变好看了呢 以后啊长得跟姐姐一样漂亮 那行 那我 我去做点早餐 盐盐想吃点什么 什么都行 我不挑 行 那个 最好能昏一点 量呢最好也大一点 昨天忙得也没怎么吃东西 好 我平时吃得比较清淡 您跟着我一起说苦吧 我看冰箱里有一些虾仁水饺 我给您煮一碗 行 那什么你要忙你忙你呢 行 没事 我晚点吃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来了 就是你们优先 只好这两天 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然后我也学学怎么 怎么抱小孩 好 好的 开脚 这 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去 给自己弄那么辛苦干什么呀 这女人呢 到最后还是得嫁人生孩子 等你以后结了婚 那哪有时间做这么多工作呀 那家里面老的小的 吃喝拉撒你都忙不过来呢 你听我说啊 趁你现在还年轻 赶紧找个稳妥的男人嫁了 多好 然后呢早早地再生上一个两个孩子 以后呢就早早地当奶奶 多好啊 是不是 你说人图什么呀 这辈子是吧 那不就图个儿孙满堂吗 现在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也不容易 尤其在上海 本地女孩又漂亮又会打扮 还有房子 那些我们外地人 都很难竞争了 你说得也对 现在人男人啊 都实际得很 不过这老话可说了啊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那工作能陪你一辈子吗 嫁得好才能管你一辈子 醒了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去吧 中文字幕——YK 这么早去哪儿呀 金珍在位子啊 我去昆山的工厂 周末两天才会有 闲台的机器 就跟你晚上针迷实验室 是一个意思 天生励志难自弃啊 以后请叫我励志杰 励志杰好 励志写拜拜 拜拜 拜拜 来 李小伙伴 真乐观 生命力强悍极了 喂 阿淑 喂 珍珍 我在小区莫果看见皮窝脸了 他这么早过来干什么呀 你要是搞清楚 做动机 回头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上去 好 没问题 这啥呀 啥也没了 吃什么吃 搞事情 搞事情 我喜欢 你这个八卦呢 跟我走 再来个白米双刺 这西装革履的 还拿着电脑公文包 那样子是要去上班啊 该不会是求偶遇吧 那还是有我几分当时的风奔啊 想你了 离你近点 明知道你不在家里 还故意来你小区旁边吃顿饭 怎么样 听了 不一样 郭生阳是主动失联 是他主动断绝和露西的联系 断得干脆冷静 这大概就是律师的风格 那他后悔了 我就不明白他干吗非要 主动跟露西断练呢 露西说他也不明白 是忽然一声不响失联的那种 还有这种人 这算男人吗 好聚好散 起码跟对方说一声 既然不想说明真实的原因 起码不让对方就这么等着吧 一言不吭而失联 几个意思 阴阳怪奇的 不如理气性的 与女人一样 女人也不这样好不好 我就是说 这白瞎了一场大好的国光苹果脸 又为说曹操曹操到这又来一个欧阅 我现在要好看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又来一个欧阳 这是否